好,來,先說,好啦 我們有請同學 我剛剛在睡午 我剛剛在睡午,腳步有踏步嗎? 我踏踏,沒有踏 我去往邊跑 來,聽我講 我今天早上升級的時候 在學校 後來升級,他就說 老師,你早上升級才講 家宜 家宜 老師可以先離開 結果離開之後 就跟我們學校的一個老師 就一個蘇元老師 一個男的老師 然後呢,他就一直端詳我的褲子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這褲子怎麼看 就一個取清楚老師 學校一個 比較有點臨界 對對對 我們學校一個很厲害 然後他看著我的褲子 他就跟我說 他說 為什麼你的褲子 會貌成這個樣子 他說我們以前很窮的那個年代 也不曾穿到這麼多 然後當然我就順著賴的話講 我想說 因為我是個清涵的教育工作 然後巴拉巴拉 他說聽不下去,他就走了 他之前不停說 他有啦 他有啦 這嗎? 沒有,早點我跟你講 你覺得我這褲子是 本來就這樣 才會被我穿這樣 還是這樣嗎? 還是這樣嗎? 被打你自己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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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割的 自己割的 被打你自己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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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自己穿的 那我跟你講 這褲子喔 做好的 然後這褲子買過什麼 不是我跟你講 這褲子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 年輕的設計師喔 他設計 這有設計? 我告訴你 我喜歡有創意的 哪一個牌子 這個不要想 就是說 我喜歡有創意的人 他怎麼設計這個褲子 你知道嗎? 他說一般人的褲子喔 你買已經沒有窄褲對不對 你是一般來講 越穿越怎麼樣? 越舊 但是他說他想要設計一種系 他的褲子就是會越穿越怎麼樣 越穿越新 那怎麼樣去設計這個概念呢? 他的概念就是說 他在一條全新的褲子外面 再包覆另外一條褲子 所以你看到我這個有破對不對? 先生同學 這是外面另外一件褲子 但是他這個有經過特殊設計 你慢慢穿 我跟你講 他穿久了之後 你外面這個 看起來很舊的褲子對不對? 他會慢慢的磨損掉 然後裡面那一靜心的褲子 他就會出現 你知道嗎? 所以就破裂了 所以這個問題還是搓你的褲子 就是你這樣一想 我覺得你的褲子一定不會 蛤? 沒有這褲子 所以一直戳一直戳 他就會掉 不會 不會 不要那麼脆弱好不好 有越穿越新 好啦 不要我們在後面穿有褲子 所以褲子還是被你穿破的 是 褲子 本來就大概是這個 還是撐破的 撐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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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這堂課喔 說這個 看起來就是撐破的 沒有 他這個 不知道該怎麼講 該說是兩件嗎? 這樣撐破很熱 其實不會 我覺得他這樣做好 他還說他在裡面射箭不掉 看起來認識我嗎? 看起來認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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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看課 然後我們就終回了 來 我們這堂課 要把這個主題講 這個主題蠻簡單的 叫做分組分堆分配的一個問題 來跟著我寫吧 現在我是要 你跟我一起寫筆記 可以嗎? 好 就一起寫 這個分組分推分配的問題 我想要用表格的方式來呈現 以下我所要講的一個最主要的內容 我們這邊要請同學跟我一起來畫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可能要畫大一點 首先我們今天要進行分組分推跟分配的 我們是 假設是12分 是12分1分 不同的書 特別要強調不同 這12分書都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排列組合必須要講的一個重要的組織 那還有一個叫不信相義組合 不信相義組合那個是明天才講 明天就可以把這個組織了 我們現在把這12分不同的書 按照以下的幾種情況來做分配 來 第一種 按照345 第二種 按照 3 3 6 8 第三種 然後對應的情況有幾種 第一種情況就是 分給 加1比3個人 一個 1比4個 4分 7個 2個 5個 5個 1個 5個 就是把他分給三個人 就這樣 那有時候你翻一些參考書 那參考書他可能會說 他把這類型的問題分成三個種類 那有時候你常看參考書 他就會把他分成三個種類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他的結論做個簡單的整理 第一種是回指定 第二種就是一般常講的分堆 第三種就是先分堆 分堆後再分給你的問題 好 來 直上去吧 這組題其實挺容易的 我們講一次 好 後來就能展到他裡面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 12本不同的書 分給甲乙比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這個意思是這樣 如果按照345分給甲乙比 這個意思就是說 甲拿幾本 三本 已拿四本 已拿五本 是這個意思 那分三堆 來 同學分三堆 這個地方我會跟你講一下 什麼叫做堆 三堆東西就是三坨東西 所謂的堆就是他沒有順序的概念在裡面 堆是沒有順序的 所以這個分三堆 或者說我們把八個人分成兩組 如果沒有區分他第一組或第二組的話 不管是分堆或者是分鎖 一般來講這個堆 它是沒有順序的概念在裡面 就是有三坨東西的意思 OK 堆是沒有順序的概念在裡面 然後分給三個人的意思是什麼呢 按照345分給三個人 分給甲乙比三個人 但是誰拿三個 誰拿四個 誰拿五個不知道 所以你還要去考慮他們的排列的情況 這樣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我們現在都分得簡單的表格 把這個形形打列出來 分組分堆分配的問題 那一般來說 同學如果是所謂的指定型 我們開始來看 如果說甲拿三本 乙拿四本 乙拿五本的話 這種指定型 我跟你講很簡單來解上去 這個要直接分 就是直接拿就好 非常的直觀 什麼叫做直接分呢?很簡單啊 甲要拿三本對不對 你就拿三本給甲 不就結束了嗎 所以你就從12本裡面選幾本出來 三本出來給甲 然後甲滿足的他就離開了對不對 甲不上拿三本 他就12本選三本就離開了 然後接下來輪到乙 他剩下9本書 再選幾本 再選4本 這樣就可以離開了嘛 然後剩下的5本書 再給誰 再給定 415取入 這樣就結束了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種指定型的其實非常容易 你就讓他直接拿就可以結束這個問題 好 同學那我想剩下的這個 來這兩個你把它填上去 如果按336呢 甲拿三本 乙拿三本 乙拿六本 或者是來這個情況 加1乙更拿四本 來你現在把這兩個把它寫上去 我們找個同學上來寫好嗎 好 所以隨便說 來 23號 來 對 把那兩個填上去 拿白色橫皮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感謝徐規仁同學 寫得很好 同學 那這個部分指定型的也可以介紹 很容易丟 來 那接下來一個書學者 比較容易出一點狀況的是這個分堆的問題 如果要把12本不同的書 按照345分三堆 那你可以這樣講 我們先從12本裡面 先選3本書完 把它放在旁邊 這個叫第一堆 要切兩檔 不是 12本不同的書 書是柏桑 我們那個切幾檔那個書是一樣的 好不好 12本不同的書裡面選3本 你把它放到旁邊 這個是第一堆 然後再從剩下的9本書裡面 再選4本出來 放在旁邊這個第二堆 剩下的5本書製成一堆 這樣子是不是你就把它分成3堆 很合理嘛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如果按照3、3、6分成3堆的話 這邊就比較有意思 你先把12本裡面取3本出來放在旁邊 再從剩下的9本再選3本出來放旁邊 剩下的6本選出來放到旁邊 但是同學這個地方 我們要做一個額外的動作 在這裡同學我們要把它除以幾階層 要把它除以2階層 要除以2階層 來 你把這個東西把它寫上去 寫上去之後 同學拿出你的螢光筆 把這個交火把它框起來 我們在學分推的概念的時候 初學者大概是這個地方 有些人會開始遇到一個狀況 把它框起來可以嗎? 為什麼要除以2階? 有兩個一樣 有兩個一樣 可以說清楚一點嗎? 我們以前有講過一件事 同學我以前在筆記裡面我有講過一句話 我說一個一個取出來就是什麼? 你還記得我講過這句話嗎? 一個一個取出來就是排列 同學你看這邊 這裡為什麼要除2階? 這裡有3個3個取出來 你有看到嗎? 這裡12取3 C9取3 3個3個取出來就是什麼? 就是排列 如果一開始選到AVC 再選到珠EF 然後或者一開始選到珠EF 再選到AVC 事實上從對的情況來看的話 這兩種情況其實是同一種情形 可是你在3個3個取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有考慮它的前後順序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3個3個取出來 其實它有一個排列的動作在裡面 你要把這個排列的效果把它除掉 所以這也要除兩階層 知道我在解釋什麼東西嗎? 我就露出以後的表情 這個 不然我寫在旁邊 寫一個小小的數 我把它講得再更清楚一點 好不好? 如果你一開始那個C12取3 我取到的是AVC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一開始我取到的是AVC 然後在接下來的C9取3 取到的是珠EF 好不好? 我舉定了 然後剩下的6個 他自己就一堆 這是其中一種情形 那有可能你在一開始C12取3的時候 你是取到成合鍵 來做整理 一開始是取到珠EF 對不對? 然後在第二次C9取3的時候 取到是AVC 對吧? 那剩下的6個就是成一堆 這兩種情形 他在取的過程裡面是不一樣的情況 可是你從堆的角度來看 這兩個根本就怎麼樣? 就重複的東西吧 就效果 懂這個意思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3個3個取出來 就是有一個排列的效果在裡面 知道我在想什麼嗎? 所以同學你看喔 如果按照4、4、4把它分成三堆的話 同學你知道這裡應該怎麼寫嗎? C12取多少? 4 乘上C8取4 再乘上C4取4 同學4個4個 4個取出來就是排列 所以最後要除幾階? 除3階 好 OK 來 那我們第二種情況 單純分堆的情形 來 我們把它寫上去 組合 好 先做組 第一個是排列 第一個 哪裡? 左邊才是排列 左邊 等一下我把這個寫完 指定寫 要把相同堆的階層除掉 直播的問題是說哪一個? 這個嗎? 這是組合 對 組合啦 這個就是直接拿嘛 就我們直觀來講就是直接拿 假如要拿3個你就拿3個 然後就離開了 對不對? 你拿4個就拿4個就走了 但是第二個就是我們是分堆 堆是沒有碎去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開始我們說C12取3 放旁邊 C9取3放旁邊 然後C6取6放旁邊 可是你3個3個取出來的時候 它實質上有排列的效果在裡面 所以排列的效果要除掉 這樣OK嗎?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最後一種 如果我們先把它分堆之後 再分給人 那該怎麼辦呢? 那很簡單 多一個步驟 我們再执3階就好 所以如果今天是分給3個人 我們建議同學就這樣做 先分堆 C12取3 再乘C9取多少? 4 再乘C5取5 先分成3堆 在你的面前有3坨東西對不對? 先分好堆 然後再分給加1比3個人 到底誰拿3 誰拿4 誰拿5 不知道 再乘你3階 看錯好了 所以第三種情形 只是把第二種情形再怎麼樣? 再乘3階而已 可以嗎? 來 我們把它寫上去 C12取3 再乘C9取3 再乘C6取6 除以2階 那如果要分給3個人 我們外面再乘幾階? 再乘3階 知道我在寫什麼嗎? 這個2階跟3階約掉 它有3種情況 你知道是哪三種情況嗎? 代表說 比如說加1比對不對? 代表怎麼樣? 可能是3 3 6 可能是3什麼? 6 3 可能是6 3 3 就這三種情況 所以它寫你3 那個3就是這三種情形 對不對? 這個2階跟3階約掉 這個3倍就是這個情況 了解嗎? 好 那最後一種情況來 C12取4 再乘C8取4 再乘C4取4 那除以3階 這個是分都要 分完對稱後再分給3個人 所以外面再乘幾階? 再乘3階 那事實上同學你從這裡也可以發現 這個除3階跟乘3階 這兩個3階會約掉 那因為你12個東西分給3個人 本來就是代表一個人會拿幾個? 4個嘛 那跟我們一開始這個指定型的結論 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指定型跟真3個人不一樣? 指定型跟分3人是在這種4 4 4的情況下是一樣的 他前面? 前面不一樣 前面這個是代表假拿3個 已拿4個 比拿5個 但是如果按照3 4 5分給3個人 可能假以0可能他是3 4 5啊 3 5 4 4 4 5 3 你懂我意思嗎? 好 誰拿3個 誰拿4個 誰拿5個 我們在說要成幾階? 3階 都完對之後再分配給個3個人 好 再思考一下這個 不要死記結論 同學你要知道他的概念是怎麼形成的 這樣覺得OK嗎? 如果OK的話 來 我們先讓同學來嘗試一點點簡單的同學 來 請你先把課本放開 我們先讓同學說一點小小練習 我們再繼續我們語氣的內容 來 三道課本第99頁的第2號 來了 好 把課本打開 所以第三個怎麼樣? 蛤? 第三個怎麼樣? 吞對後再點 噢 吞對後再給你這個沒有寫 那這個就 好 那我這個插掉 來 那我們這個就寫 再乘以 看你分給幾個人吧 好 分給三個人 六十一 三件 OK 好 有時候你看 我看很多版本的參考書 就看過很多版本的參考書 很多都會寫這個東西 那當然我們不希望我們就是 只去背這個結論 背這個東西其實 背這個結論一次 吃到乾淨其實就有什麼東西寫的 我們看到課本99頁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水堂練習 這個水堂練習 我們請同學現在動短筆好不好 來寫寫看 將八個同學分成兩組 同學這兩組沒有先後順序 沒有第一組第二組 他只是區分成兩組而已 對不對 所以同學這一題 你要不要跟著一起寫 C8取式 再乘以C4取式 再除以多少 二階 寫上去嗎 第一小題 C8取式 再乘以C4取式 再除以二階 99頁 這個 等一下我等一下 我覺得還沒有翻過來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那如果第二小題 將八個同學分成三組 分成三組沒有順序 他說其中兩組各有三人 另一組有兩人 共有多少種方法呢 C8取3 再乘C5取3 再乘C2取2 小學要除幾階 二階 因為三個三個取出來 就是排列 所以要把排列的效果存掉 要除二階層 了解嗎 答案要算出來 答案要算出來 第一題 第一題就C8取4 再乘C4取4 八個學生 八個相異目 分成兩堆 對吧 C8取4 乘C4取4 再除以二階 對不對 再除以二階 危險嗎 這很難 來讓同學做個題目 你翻到101頁 101 來101 來 請你翻過來 101頁 同學你看到進階題的第10跟第11題 你現在把它做完可以嗎 101頁 對101頁 第10題跟第11題 總共有四個小題 請你現在做 這個都是分堆的問題 分組跟分堆的問題 我要找四個同學上來寫 101頁 第10題跟第11題 有四個小題 請你現在把它寫完 六個不同的物品分成三堆 每堆是三個兩個一個 多少種分法 有幾個 第二小題 把這三堆以每人一堆的方式 分給夾一頂三個人 有多少種分法 對不對 都是我們剛才說講的那種 來 我用抽筋了 來 10號 10號決定 來 憶恩森林幫我寫第11題的第一小題 對不起 第10題的第一小題 Sorry 我講錯了 來 再來第二位同學 4號 好 幫我寫第10題的第二小題 好 然後我不會 很難 很難 等一下 我想一下 好好好 誒 嗯 嗯 嗯 你知道什麼意思啊 這怎麼可惜 哦 沒有 我以為這個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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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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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寫完完他寫第11題要 三十一號 帥哥 十一題的第一 對十一題的第一小型 有八個人分配到甲英米 四個方便搬兩個人嗎 就是定型的樣 好 謝謝 旁邊可以打分手的位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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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美的 來第二小題 十四號 是誰 第一本 讓你寫第四一題的第二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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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你請你寫完 我們再來一張 好 十六 十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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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2G 好 然後後面3G 也就是說 我給大家一個就是講R3本 如果天然叫3次我拿3本 拿4本 然後講他3本 拿4本 所以是C12G 他拿走3本 我拿走3本 對不對 拿了就很厲害 然後 謝謝 謝謝 來 喝點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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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拿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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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yän 謝謝 師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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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師傅 第11題 第二題 真的假的 隊長是 我是不是寫錯題 寫錯題 我寫21題 啊我要寫第10題 你應該是像我寫第10題 第10題的第二題 對不起 好啦你改一下 你還要改一下 對啊 是2520 啊為什麼不用圖示 我寫的家 你除世界的方式 因為你 是2520 原來是打分多 4個關 就可能4個上 4個關 看你分多後 因為我看 大概是460 假的480 好 基本卡住 啊 看一下 好 好 大家都要上來一張 大家都要上來一張 岩山 那邊 一個 雙手 二 那邊 六 四 五 四 三 二 五 六 五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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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那怎麼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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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我拿去啦 因為我可以走多的 欸 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回去坐好 我自己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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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毛毛很強 我自己喜歡 我自己喜歡 我覺得 我覺得 製作比毛毛還好 不理是我們兩個 我自己喜歡 什麼 我也不要 我自己喜歡 很不容易 我自己喜歡 又她 你不是前面的嗎 支持 七星白 然後換個房子 好餓喔 欸 該只在聊天了就好 好餓 好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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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應該要他腳步啊 哈哈 都要過頭 有噴 五點五下子 我確定你真的會嗎 好 來 哈囉 欸 其他 其他 來其他人要講話 看這裡 我跟你講這考試令人擔心 你看這個第十題第一小題 六個不同的東西分成三堆 三個兩個一個 C6取三 C3取二 C1取五 這邊有問題的對 分三堆 那第二小題 他說 以將此三堆以每人一堆的方式分給夾一比三人 多少總分法 你就把60這個部分再乘幾階 再乘三階嘛 所以答案是多少 306對不對 對不對 他這個是一取一 他沒有寫出來 再乘三階 那第二個小題 像這個第十一題的第一小題 來仔細看喔 欸 怎麼在講話呢 他說 他說發個轉學生 雙咖到夾一比丁四個班 每班分兩個人嘛 那這種其實 我不太了解 為什麼要除四階再乘四階 其實這個我覺得不太需要嘛 因為每一班兩個人 就是你就當成是指定型嘛 C8取二 C6取二 C4取二 C2取二 就好了 我知道你這個除四階是先把它分堆 再傳配給幾個 四個班型 再乘四階 當然這樣想也可以 可是其實它是指定型 就直接寫 這個答案出來是2520 那最後一個 這個答案怎麼轉出來 我後來不是這樣才要轉 來你看喔 他不是說嗎 加一兩班各三人 丙丁兩班各一人 那這幹嘛作變答案 C8取三 C5取三 C2取一 C1取一 你的答案只要寫上面這個就好了 這不是指定型 對不對 對吧 這指定型啊 假班要三個人 就選了三個人嗎 一班要三個吧 一班要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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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啊 下面這個都是多的 而且你除二階 除二階 除二階 再想個答案 騙人的吧 對 又錯了 1120 這樣可以嗎 小字 小字 好來 好啦不要講話啦 請聽喔 來所以你旁邊喔 好 來回到你的筆記本 小字 這裡寫一個考考力 好 你這裡喔 我寫兩個題目喔 這兩個題目都很簡單喔 來 事件 我現在分給 三個人喔 三個人喔 好 來 好 好 好 來 不要講話喔 還有連機率也會好一點 好 是機率啊 來 來 這兩個題目喔 可以出去玩家 好 我們這個簡單的問題喔 同學你要注意到一個細心 就是說 我們把它考慮 有四個相同物 來同學 這個喔 先把它畫起來 有四個相同的東西 分給三個人 每人至少一件方法數多少 然後第二個問題我們考慮 如果今天這四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分給三個人 每個人至少一件 方法數是多少 史蒂芬 史蒂芬 好 課程上 我最近我經常給到你們 以前喜歡講話 客氣的時候也 要注意這個事情 好 我已經跟你講一講 還有四件相同的東西喔 好 我們看第一題 這個第一題應該很簡單吧 有四個相同的東西 分給三個人 那你就把三個人搶成是夾禮禮 現在有四件相同路嘛 分給三個人 我們之前怎麼教喔 因為你們大家還記得 第一小題我們就 既然是相同路的話 每人至少要一個 那我們就怎麼樣 一人先發一個嘛 同學你還記得我們這個處理的方式嗎 一人先發一個 然後剩下這一顆球 你可以選擇給甲 或者給乙 或者給乙 當然這一題答案是三 那個時候我們怎麼教 我們不是說 如果一個蛋糕要分給三個人 我們切幾刀 四次切兩刀 所以它會對應到一種 有相同路的排列嘛 所以就是三接 除一幾接 二接 所以這一題答案有幾種 有三種 這很簡單 所以這個方法數有三種 那如果變成幾個 什麼東西 五個什麼 那如果變成五個相同 五個相同路 那很簡單 那一人分一個嘛 那這裡就是變剩下幾個 兩個 那兩個東西分給三個人 就切兩刀 所以這邊就變成四接 數以二接二接 還記得嗎 對不對 好 最左邊可以給甲 中間可以 最後邊給柄 好 那我想這個部分 同學一般來講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來接下來 同學 重點是第二小題 這個第二小題 這個第二小題 他跟你說 現在我有四件不同的東西 分給三個人 每個人至少要一件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把這四個拳 你把這四個東西 想成是什麼 想成是有邊號的嗎 一號拳 二號 三號拳 四號拳 來 中學我現在 課堂上來 我現在讓你做 你試試看 如果今天我把東西改成不同 每人至少要一件的話 你覺得這幾個答案是多少 試試看嗎 好 嘗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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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問你 一句嗎 我可以問我想問答案 我可以問你也算說 例如說那個四個相依義 你來看你也算多少 你來看你也算多少 為什麼 我覺得你也算多少 欸 只會也算多少 我換了算號 72 好 算72 同學我們 我跟你講 算72代表這個學生有一定的程度 但是算72這個答案 這是一個常見的錯誤 來 你把錯解寫上去 今天早上 我在我自己搬奧頭製作 來 仔細聽 我在我自己搬 有很多同學都算72這個答案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72這個答案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就學生這樣跟我講 他說老師 因為每個人至少要一個嘛 所以我先從四個裡面 先選三個出來 然後把這三個東西分配給夾以筆 一人一個 所以再乘幾階 再乘以三階 乘以三階之後 我是不是還剩下一個東西呢 比如說我一開始那個C字取三 我可能選到的是一號 二號 跟三號對不對 那接下來這個四號可以選擇給夾 或者是乘 或者是乘 所以你再乘幾倍 再乘三倍 那可能一二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算出來 這早上我自己把一個學生算了 他算算了 然後我考試這題答案是72 對不對 同學72這個答案是錯的 但是能夠請出72這個答案 其實代表這個學生對排列組合是有概念的 他們是亂算的 你知道嗎 那現在我可以問同學一個問題 你知道72這個答案為什麼錯 我知道 來 你說 因為如果你假裝夾就選到一號 好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你說說夾以丙 你說夾是一號 然後 然後就後面 假裝以這二 丙是三 丙是三 如果夾又扁夾又是四號 四號 如果他去一次就先拿四號 你說儘管一開始 夾是拿到四號 對 以是二號 丙是三號 那最後一號又分配給夾 那這種情況同學就怎麼樣 就重複了 同學你知道師傅也在講學嗎 知道嗎 好 如果你一開始7次取3 選到的是1 2 3 分配給夾以丙 三個人一人一個 可能夾拿1號 丙拿2號 丙拿3號 然後那個四號再分給他們三人其中之一的時候 又偏偏分給夾 那有可能一開始你選到的7次取3 選到的是2 3 4 然後四號給夾 2號比是3號比 1號又分給夾 但是這種這兩種情況 其實他們是同一種情況對不對 所以這邊會產生一些我們所謂的重複的現象 所以72這個答案顯然是多了 正確答案沒有72那麼多 那我們現在來考慮一下 正確的解法應該怎麼做呢 來 我們用這個小小的空間 來思考一下正確的處理 老師嗎 可以仔細聽喔 看那邊 他的正確的解法 普遍來講 同學可能有看過兩種作法 我們先講第一種作法 第一種作法就是我們現在教的這個分配分堆的問題 然後來分組分堆 用分組分堆的概念來處理這個問題 而且我現在有四個東西給 要分給三個人 那每個人至少要有一個的話 那代表什麼意思 有兩個人會拿到一件 有一個人會拿到幾件 三件 兩件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目它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這四個東西 按照1、1、2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四個東西 按照1、1、2 先把它分成幾堆 先把它分成三堆嗎 對不對 因為你分給三個人 一定是兩個人拿到一件 一個人拿到兩件 所以你可不可以先把這四個相依物 按照1、2分成三堆 然後分成三堆之後 再分給幾個人 再分給他們三個人 這樣子不就好 再給他們三個人 所以如果你按照這個idea去思考 同學 這一題 來可以怎麼做 按照1、2 所以就是C4取得到1 再來C3取1 然後再來是C2取2 那因為分堆的關係 一個一個取出來就是排列 所以要除幾接 要除以2接 然後再分配給三個人 所以外面再乘幾接 外面再乘三接 OK 小的我在做水平 這一題答案算出外 我會覺得只有36而已 為什麼這個題目會跟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分堆的概念可以做連結 我們可以用分堆的概念來思考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題目它還有另外一種解法 來這邊寫個正解法 可是這個解法 因為我們半童語比較聰明 我跟你講這個解法回去我給你一個提示 你回去想一下就可以了 第二種解法可以用我們以前所教過的一個叫做取捨原理去做 我跟你講你可以用取捨原理畫文字圖來思考這個問題 用取捨原理把不合的扣掉 扣太多了再把它加回來 這一題還可以用取捨原理去做 普遍來講你如果有去補習班上課 或者你看一些參考書 在處理這種相異物分配給人 每人至少一件的問題的時候 你最常看到的處理方式大概有這兩種 一種就是取捨原理去做 另外一種就是透過分組分隊去做 我現在都把這兩種 這ID 考學說明一下 那現在我要考一下同學 我跟你講我現在要測試一下 我們現在把這個數量把它改一下 我現在不要四件 來你拿出你的哪一張紙 或者是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如果我改成四件 考試的時候如果我不要寫三個人 我跟你講我改一下人數 這個題目就變難了 我給四個人 來每人至少一件 考法是不是多少 我現在給你兩分鐘 幫我把答案算出來 如果今天我跟你講有六件不同物 分配給加一筆並四個人 每人至少拿一件 請問方法數是多少 如果你用分組分隊的概念去寫的話 其實很快就算多了 我們算算看好了 我們就把那個字改分 對就是現在改成有六個不同的東西 然後分給加一筆並四個人 然後每個人至少要有五件的話 方法數如果用分組分隊去寫 其實你如果分組分隊的話 特別你應該知道 應該可以分成一一一多少 三對不對 或者是一一多少 二二 真的要按照這兩種情況去做分隊 有其中的三個人是拿到一件 有一個人是拿到三件 或者是兩個人拿一件 兩個人拿兩件 有兩種情況 我分開討論 請把答案算出來 下課幾道算出來 這應該兩分鐘而已 來 做做看 很好 沒有 好 好 好 有 好 小防災 好 好 6個 放給你吃個 有沒有同學很剛好 你很棒 還沒 還沒 來 誰有選出 答案來 上來 你也算藍多嗎 不要看別人 你這把分 300 好 來 要不要先要把分 來分我跟妳講 這一題答案是 不是常常說這一題答案是1560 1560 1560 好 可以吧 好 謝謝各位同學 好 各位同學 這個時間的位置才好 立刻的時間的位置 你1560不會穿的禮刀前面來 我告訴你怎麼穿的 好不好 好 來 我們下課 謝謝 在畫一畫一畫不見 好 打電影 聯合 麻